所以 所以 在书八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不是情因素了 那个时候 我也在找情因素 看到你的时候 我也真的以为是他 但是我后来 突然接到 情因素的电话 我也是到了这里 才知道一切的 我姐能找你 说明她很信任你 算是吧 毕竟我们也是 那么多年同学 这么多年 也互相扶持着走下来 我亲眼看着她 跟江村结婚 也看着他们俩冒合神灵 黄家文 我要问你们件事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我还爱她 但是她心里面 只有江村一个人 所以 你就把你和我姐的照片 寄给江家 那个时候 你姐一直不理我 我也没有办法 我真 就当我求你 别把这件事告诉你姐 我现在只想 做一个朋友的身份 陪在他们母子身边 是真的吗 以前我一直想让 秦因素离开江家 我觉得那样是为了她 但是这次看到 她为了保住 她跟江村的孩子 那么拼命 我是真的死心了 我明白了 我 接着 谢谢 妈 你别拉着我 应苏 你别拉着我 你别拉着我 你让我去看孩子 你让我去看孩子 你让她去看孩子 我让她去看孩子 你让我去看孩子 别动 应苏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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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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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怎么办呀 我 我 我都告诉应苏了 没事 医生说了 孩子能治好 放心吧 有我们的 不过有事 家伦 说 这是不是我们的报应啊 你说什么呀 就算是报应也是 我没有好好抓紧你的报应 你知道吗 你说我一对说弄的人 我看到他们的时候 有多高兴 就算有我们 一点点的小缺心 也是我们两个宝宝 我们一定可以 把他们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地养大的 知道了 你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就是想你和孩子 把我都做了 我这辈子 我知道 这辈子只要有你跟孩子 就够了 你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个房间的客人 他 不在 估计一个晚上 没回来吧 不对啊 他昨天跟我说 他会回来休息的 你看看床单都还没动 行李包还在这儿呢 谢谢 不客气 情况不是太好 老大呢是得了 中国型心脏病 目前现在没有治疗的办法 只能靠药物来控制 嗯 等他长大以后呢 条件允许了 可以考虑做进行 心脏移治手术 老二呢 虽然心脏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早产 产妇本身的体质也不好 嗯 今后呢身体发育 可能会比同龄的孩子 要迟晚一些 不是这样 我知道你们担心孩子 嗯 嗯 说实话 我们这儿的医疗条件呢 是有限的 这种情况见的也不多 所以我建议你们 把孩子尽快 送到大医院去 活着啊 活着 你怎么就这么轴呢 别的你姐姐跟妈 都不相信 你还能相信谁 现在好了吧 姐姐只想保住自己的孩子 你非要跟来 孩子在安心幽灵 都怪我 都是我的错啊 什么意思 你要是这么讨厌我 这么不想听我说 你直接把手机扔到海里 就是了 你怎么来了 眼睛怎么红了 你哭了 没有 刚才风大 没眼睛了 哪儿来的风啊 刚才有风 现在风停了 是不是想起什么记忆了 想起了一些不该想起的 我想一个人 静一静行吗 先遍你啊 你可真不想 你看 喂 你马上来红岛 要多快有多快 好 喂 姐 你怎么样了 好脸了没有 你现在有空吗 我想见见你 好 我现在马上过去 这谁的 你做错了呀 江先生 今天晚上想请谁吃饭呀 我太太 是要和夫人煮光晚餐呀 这样我建议您要不然 改到我们酒店的海边餐厅 桌数不多 您可以包场 而且我们现场还有乐队伴奏 环境非常地好 那儿吗 对 那边 环境是不错 不过我不知道 晚上货币风大 我怕我太太着凉了 江先生 您真会开玩笑 不好意思啊 抱歉 很有意思 你的这个手艺铃声 跟我太太是一样的 是吗 那我跟江太太很投气呀 这样您更得听我的了 说实话 咱们煮光晚餐 吃的就是一个环境 谁在意吃什么呢 谁在意吃什么呢 只要是够浪漫 够情调 一切都不是问题 所以说我建议您啊 选我们酒店的海边餐厅 好 听你的 海边餐厅 这个音乐可以传我一份吧 最近好像 越听越喜欢了 好 回头发给您 谢谢 谢谢 小植 其实这根本就不怪你 就是我不好 我就不敢瞒着你 早该把实话告诉你 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了 姐 你还是说我两句吧 这样的话我更难受 真的 姐真的不怪你 是姐自己命不好 我以为嫁给江村 会觉得很幸福 可没想到会是这样 那你还有什么打算吗 我现在还没想好 孩子又这样 我暂时也不能回去 江家那边 还要靠你再帮我 撑一段时间 等我想好了 我一定跟江村 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 当然没问题 江家有我呢 现在最重要的 是你跟孩子 要把身体养好 其他的 就是希望 姐以后 你不要再瞒着我了 这么大的事 连黄家文都知道 就我不知道 你放心吧 姐以后 什么都不瞒着你 都告诉你 好吗 还有就是 妈那边 我还没告诉她 没关系 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你跟孩子 好好的 你以后你说什么 我都听你的 这是我的好妹妹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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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趟啊 真给我折腾得够呛了 来来回回我这儿跑三趟 就你给我开那公司 还不如不发 喂 我这么辛苦 你好歹你 告诉我你这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 求婚 离婚 好像也不对 你 说实话啊 好久了 我都没看见你 对谁这么要心 我觉得啊 失忆的不是秦庸素 是你 消失吧 我这辛苦一天了 你谢莫杀驴 你念完经打合上 我这一天我 我这 脚我都踩油门 快抽筋了 你好歹上楼 给我开个房间 让我歇会儿 你干嘛 干嘛 消失消失 加油 加油 我觉得不错 你试试 好 刚刚压了五万块钱 又要交钱 您好好看一下 这里的每一项费用 都是有依据的 首先您的两个孩子 都是早产 必须在ICU里面 进行医疾 还有 您其中一个孩子 患有严重的 新天性心肛病 需要通过药物来 进行维持 因为孩子很小 我们必须把药物的负责用 降到最低 所以我们只能 用最好的进口药 这当时你是同意签字 我签字的时候 你跟我说这药 那么贵了吗 一天一万 你这是治病吗 你这是抢钱吗你 怎么回事 您来得正好 您有一个孩子 心脏不到 孩子的爸爸 一定能有病 想到这个生意 要死 什么 不然我们肯定 您应该要 您肯定是 您肯定您有 留意 您的大夫 您是的 您还不接受 我对孩子的 您是制作的 她肯定是 孩子呢就用最好的藥 錢我來出 好 沒問題 這又不是錢的事 你就是再有錢 你也得省著點花吧 好 我們就交錢了我們交錢 姐 沒想到這個黃夏娃 還挺怕你 她一直不都那樣嗎 上不了台面 這不過就是 委屈我孩子了 姐啊 咱們一定會治好的 這兒看不好 咱們就去秦島 秦島看不好 就去北京 北京再看不好 我們就去美國 總會好起來的 但是我們應該要 要是父親愛的 愛人家 如果我肯定可以 我不想留下這個孩子 所以我生愛的 你也知道嗎 我肯定要是 好 那我肯定要是 你們沒知道 她的朋友 你自己自身 我們仰裙 我來自行 難道 你 怎麼還在這兒啊 餵 唉 我剛剛之前說過 東西放錯了 怎麼還在我房間啊 什麼 隔壁房間送來的 呃 好 我知道了 我記得在家中 我記得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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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誣 我可以 報告別人 我可以 上来吧 歇会儿 小心滑 来 来 歇会儿吧 累不累啊 不累 这什么东西啊 泡不忧神气 你怎么这么幼稚啊 我以为博儿已经够幼稚了 你比他还幼稚呢 你 哥哥 你不要算了 我给我女朋友买了 他让人好长时间了 我告诉你 上班的时候不能带这种东西 没收了 我跟你说啊 一会儿你用这个 肯定没错 乐队 只要你一挥手 马上想起音乐 秒杀一切那个 浪漫爱情电影 真的吗 真的吗 都安排好了 人才 必须 歇会儿啊 你来了 好 来 来 来 坐 我今天在外面转了一天了 挺累的 你搞这么隆重的麻 随便吃点酒了 怎么没有穿我送你那衣服啊 你那衣服呀 肯定得配高跟鞋 你看这路又那么不好走 我白脚怎么办 再说这都是海 万有掉海里的 我以为我已经够不浪漫了 我没想到你比我还不浪漫 这不是不浪漫 得看和谁浪漫 再说了咱俩又不是拍韩剧 这海风这么大 吃一肚子海风 这不拉肚子呀 你今天是怎么了 我把公司所有的事情都放下 就是为了跟你来培养感情 你倒好 要么就是神楼借手不见过 要么就是一见到我 就冲我发瓶子 我想知道 我 我到底哪儿 哪儿惹着你 你告诉我 你能先坐下说话吗 你一直这样咬着头 我跟你说我脖子都酸了 这还有音乐呢 以前都是你 想方设法的 想让我跟你吃顿饭 现在我艰辛地准备好了 我以为你更开心 看来是多赢了 江太太 怎么了 江先生怎么走了 这个菜品不合适 还是音乐不对啊 不应该啊 这个江先生反复叮嘱过 我们今天下午排练了一下午呢 这些都是他精心准备的 是啊 从前餐到主餐 包括甜品和酒 都是江先生反复斟酌了很久的 江太太 江先生对您真用心啊 我 我 我这也可以打包吗 来了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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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什么啊 你点了那么多干嘛呀 你点了那么多干嘛呀 应该哪儿吃完啊 你想干什么啊 吃饭呀 你精心准备的 你也得吃啊 那刚才你怎么不在下面吃呢 嗯 嗯 好香啊 你吃啊 我呀 有时候真的不知道 你心里在想什么 嗯 嗯 真不错啊 你快尝尝 好吃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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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确实不错啊 嗯 我就跟你说了吧 好吃 嗯 那该忙什么呢 哎呀 怎么没人给你抢 来 擦擦 嗯 嗯 嗯 我没忙什么呀 嗯 这儿不是老家吗 我就想到处走走 看看能不能找回点回忆什么的 嗯 见着你妈啊 妈 她妈回 回秦岛了 所以我也打算回去 其实啊 今天找你吃饭是想跟你一个 喂 接着电话 喂 啊 还亏她想得出来 哦 我迟到了 怎么了 我耳瘸实了 已经两天了 问她为什么她又不说 那 那你赶紧回去吧 我今天实在太累了 我就不给你回去了 行吧 你要是觉得在这儿轻松的话 你就在这儿多休息几天 休息好了 我让方美初回来接你啊 不用不用 我自己能回去 随你吧 其实我今天跟你吃饭啊 确实有个东西要给你 我知道 就是这个吗 我家还挺好玩的 你晚上就别开车了 这么晚呢 我开车不安全 我给你叫个代驾吧 你回去路上 还能休息一会儿 没事 我有司机 方秘书来了 她来干嘛呀 早就叫她来了 哎 对了 好老的太阳啊 特别地毒 你一个女孩子家 连个防晒也不备 来 出门带着她 她也没有办法意识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防晒啊 我在小刘亚 跟你收拾行李的时候 发现的 哦 你肯定是跟老板娘 穿透好的 要不你怎么能提前 给我收拾行李呢 你笑吧 你放心吧 在小刘亚 请早见 江青能当我傻啊 我当然知道你要干什么 可是你搞错了浪漫 选错了对象 江青也许会是个好爸爸 只要孩子们 度过了危险期 姐姐就会得到幸福的 哎呀 这么长时间 你要是守得走 你就别下来了 你留下 我回去照顾那个江的小姐 哎 送了没有 接着这儿 嗯 嗯 啊 不着急 总会有机会 哎 哎 你这几天不吃不喝得怎么行啊 谁惹着你了 是不是那个陈先生惹着你了 哪个陈先生啊 哎呀你们烦不烦哪都出去 哎都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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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下 说吧 这个陈领生到底怎么回事啊 问你什么事 嘟囔什么呢 问你话呢 那个陈领生到底把博儿怎么样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原来博儿跟那个陈先生本来是挺好的 有说有笑的又吃又喝的 前两天出去的时候还开开心心呢 可是一回来就不吃不喝了 这个陈领生 看着倒挺老实 倒是把博儿控制得牢牢的 安医生 先生真的不在家 跟英素去旅游了 这博儿要是有什么事 我可真担不起这个责任 他们上哪旅游去了 哎呦 先生 你可回来了 你快去看看博儿吧 他就听你的 阿姨来了 博儿不肯吃饭 我来给他送点药 放心吧 我先去看看他啊 这是谁呀 还跟小时候似的 你不高兴我就躲在被子里蒙着头哭 来 我看看这是谁呀 呦 是博儿呀 哥 别伤心了 别伤心了啊 告诉哥 是谁欺负你了 哥找他算账去 我 我觉得我被陈领生耍了 他根本就不喜欢我 我这么死皮赖脸地黏着他 我觉得我自己呢 还没有自分心 当是谁呢 你本来是陈领生 还有什么好呢 你喜欢什么样子 哥再帮你找去 我就喜欢陈领生这样了 你可为这么冲 那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哪儿不好啊我 谁说你不好了 我们家博儿长得又漂亮又可爱 还很温顺呢 是不是 他敢不喜欢你吗 打狗还在看主人呢 是不是 别闹了 哥 笑了就行了 不哭了 陈领生呢 你跟我哥去跟他谈谈 好不好 真的 哥什么时候骗过你 拉勾 好 赶紧洗把脸洗把脸 去吃饭 不许哭了啊 好 走 走 走 好 李生 我跟你说呀 过节的时候呢 我们学校发了张美容卡 你给博尔打个电话 看他有没有空 我请他做美容 不用浪费了 你跟你老姐妹去啊 他以后不会到咱们家来了 你们吵架了 我跟他就有工作关系 您别老乱点鸳鸯谱 怎么叫乱点鸳鸯谱呢 人家送我那么名贵的包 我这叫礼尚往来 真是越打越不懂事 你不打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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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先出去吧 您出去我就打 啊 必须打这电话啊 好好好 您吵架 您拖这quiera 您拖急 客居 它叫 veterinar 是该当便说清楚的时候了 我 江先生 不是博尔找你 电话是我打的 找你有事 您找我什么事 告诉我 以后离博尔远离家 不是你前进道路上垫脚石 还有 招标的事情 到此 这怎么着 还动手啊 我看着他欠揍 不是 不是 你动手你救我呀 你一个人动手 再出点什么危险 真是 我从来都没见你 生这么大的气 博尔从来没有 对谁动过心 这第一次就遇到 这么个货 哎 行了行了 消消气啊 接下来怎么办 那陈凛生 他们设计院的竞标 没门 来 明天早餐 这怎么了 这手 手包还是不太方便拽 来 你帮我打一下 先生 我可不会打领带 好啊 要不你让英素帮你忙 英素回来了 是吗 啊 我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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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等一下啊 进来吧 好 你會記領帶嗎 會啊 怎麼了 前幾天耍萬傷的 你得幫我個忙 來 你看我幹嘛 如果不是一次見 馬上出去吃吧 家裡氣氛也不好 我有事跟你說 不行 我有約了 約誰啊 你推我 早都說好了 可不是你老公啊 那也得分個錢了 胡道 那你最起碼 能夠告訴我了 你約了誰 我也知道 我買了誰的後面 我約了宋太太他們 早就說好 終於一起吃吧 那好吧 那 我就排在他後面 起這麼早 我去上班啊 今天是上海競標 宣佈結果的日子 我這個設計總監 肯定得在啊 帥哥 你要不要帶我一程 走 今天是星期五嗎 對啊 星期五啊 怎麼了 我約了宋太太他們 早就說好 終於一起吃飯 我也不知道 她是怎麼 給我太太下的 迷魂湯 就我一個勁地說她好 說什麼 平常喜歡搞點慈善 週末總是去 福利院給孩子教書 沒事 誒哥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老實說要上班的話 我給你放假 所以裏頭不算點心吧 我給你放假 叫做我回家吧 一會兒設計院也會來人 你不怕是陳靈生 我怕他幹嘛 我又沒對不起他 再說了 公是公 私是私 難道陳靈生不喜歡我 我還不上班了 那想他最好 感覺你長大了 哥 你不用這種語氣 跟我說話 你爸還嚇人呢 你別忘了啊 你得是答應我 要找陳靈生談一談的 在這之前呢 我也答應你 儘量不耍小脾氣 陳靈生 不托人呢 江總 江總 我 上次說我不對 我道歉 陳先生 你用不著道歉 我們現在是工作關係 公事公辦 好嗎 祝你投標順利 哥們兒什麼情況 咱們不會被出局了吧 沒事 謝謝你啊 幫我聯繫徐教授 要不然的話 孩子轉院 肯定不能這麼順利 跟我客氣什麼 雖然情人素不招人待見 但孩子是無辜的 這忙我必須幫 謝謝了 對了 還有一件事情要麻煩你 這個藥 你得幫我化驗一下成分 沒問題 你怎麼了 怎麼開始吃藥了 這藥不是我吃的 我回頭再給你解釋吧 我今天該給服務院的孩子 上課了 先走了 去吧去吧 我去吧 各位 經過我們董事會的認真討論 下面我宣布 此次項目中標的單位是 海華設計事務所 这不欺负人吗 明摆着我们这个设计 比海华好 他不是一丁半点的 我找江村去 算了 算了 结果在我意料之中 你说你跟江伯闹什么呀 这表搞不定 你连我也给拉下水了 陈里商 这件事我一人 做事业人当 我扛着好 又不敲门子吧 哥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为什么要把 建筑设计研究院踢出局 我不相信以你的眼光 你看不出来 他们比海华好 我不可能让你 再跟他楼座吧 这是为了你好 我也不可能让那个小子 有机可乘 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其实我已经去找过沈胜了 我让他离你远点 人家都说了不喜欢你 做什么也没有用 不要强求 而且他接近你 你敢说他不是为了 这个项目吗 哥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现在全公司的人都知道 我在追他 你这么做的话 人家别人会说我假公济私 资资这样多丢人呢 假公济私就假公济私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再说了 这么大的项目不得而喜 他一开始抱着目的接近你 他就应该想到 有今天的结果 我知道你这是为了我好 但是你也应该实现 跟我商量一下 好歹我还是个设计总监呢 好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就问问你 你凭什么认为他有能力 承接我们的项目 你机会都不给他一次 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啊 不是我说他不行 是爸说他不行 有什么事你跟爸说 你 回来 我 你看这些小兔子 可不可爱啊 可爱 那我们这节课 来画一个粉红的小兔子 好不好 好 这节课我们比赛 谁画得最好 小心就把兔子送给他 好不好 好 赶紧下出画吧 我要开始计时了 好 怎么想起来来这福利院了 那天宋贤在海边说的话你都问了 你不觉得奇怪吗 你说秦英素当老师 我也觉得奇怪 我以前啊 只听说过秦英素 逛街喝茶刷卡消费 还不知道他 可以交出予你呢 世界变化得太快了 进去看看 好 妈妈 farming 妈妈 674 洗礼服精盆汲 一切换我们都管 好 我们 Thanks breakdown 一切换 happened at the początku 好 好 天哪 清楚 还会画画 你躲什么呀 弄得跟做贼似的 我也不知道 你躲什么呀 你 你既然 既然你不想让她知道 你来干什么来吧 你什么时候 听着这偷窥的爱好 小点声 怎么说你也是江家的大少爷少人 地产公司的老板 你说你拉着我跟踪你老婆 不是 你现在玩的什么花样的人 爸 喂 爸 你到疗养院了 江村 江村怎么回来这儿呢 您说我看错了 哎呀 我说你跑什么呀 跟做贼似的 让清醒素看见得更好 你这等于是 老公来探老婆的班 对不对 顺便问问他 怎么就转来性了 他这样我都有点不认识他 别说是你了 我都觉得奇怪 这变化也太大了 那你就更应该当面问清楚 顺便好好夸一夸你老婆 我觉得他从医院出来 好像变了一个人 他到底想干什么 那你觉得他是 变好了呢 还是变坏了 哎 你不用回答了 你自己知道就行 走吧 去哪儿 不还找我 秦英苏 认识你这么久 还从来不知道 你会画画的 你还有些什么什么 不知道的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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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姑奶奶你不认识 交这两盆 把她给交死了 哎呀爸 别的也交一下 你别老指挥了 我都不知道该交哪个了 来来你这个 你这个 来来 陪你陪你就好啊 哎呀 这少量多餐啊 哎 哎 哥 你来啦 哎 爸 您找我 不是告诉我说 上海这个项目 你否了设计院的设计图 还说是我的命令 是吧 爸 我跟您商量过了 您也同意了 得了吧 哥 我可是问过爸的 你这叫假传圣旨 要不是我机令啊 过来问一嘴 陈领生得被冤枉死 我可没胡说 爸 你忘了 我们当时一致认为 陈领生认识博二的 动机不纯 所以我们决定不再用他 而且他的设计 确实不怎么样 你什么时候 跟我商量过 啊